记者陈丽言台北报道 RM女神宋志孝魁为五年 回归大银幕 在新片《风流大丈夫》饰演连版房市都要看手机的SNS中读者 她在片中与申和君饰演一对结婚八年的老夫老妻 对姓氏乐无声趣 就连看似和睦的感情 也因米样又性感的女子李一出现后 吹起一阵狂浪春风 近年来韩国在多项国内外调查中 外语比率在亚洲国家中名列前茅 甚至前几年一份调查结果 过半韩国男性都有出轨经验 《风流大丈夫》以外语出发边转成喜剧 引发韩国观众与网友的热议 对此导演李炳宪接受韩媒专访时也坦率回应 韩国观众很难接受是事实 我起初婉拒了这部片 但我们公司社长不断说服我说 只有你能拍 要把这种负面素材变成喜剧 本身就是一种负担 稍有不胜就会被骂 要如何改编伤透脑筋 尤其是李一所饰演的角色珍妮最困难 最难被观众接受 而电影《尾声》中 李盛民与申和军一起做了云霄飞车 李炳宪导演透露 云霄飞车是喜剧性场面 但两人面无表情的作著 我想给他们点惩罚 传达一个快赶过后感受到的空虚 由于电影上当时恰逢Me Too运动在韩国发酵 李炳宪导演也重申 风流大丈夫并不是讲述不伦外遇是对的 但不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负面问题 就无法解决问题 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一题令人感到负担或危险 就去逃避它 也许有人会对电影感到不适 但这取决于观众 如果我的意图没有被正确传达 那么我只能接受 风流大丈夫日前在韩上映超过一个月 票房已突破台币2.7亿元 该片改编自杰克电影《Man in Hope》 讲述40世代的成人恋爱 婚姻 主角们各自拥有许多不能说的秘密 笑脸摆出又发人省思 风流大丈夫将于惊奇在台上映 宋志孝又与申和军佐 在芯片风流大丈夫办老夫老妻 车库提供 宋志孝在芯片风流大丈夫誓言 SNS中读者 车库提供风流大丈夫中文预告